这间空中别墅前任的屋主其中有一位 是国内曾经的一个一线大牌明星 在温哥华这样的海边城市 能够拥有一套一线海景的公寓 是很多朋友的梦想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套呢 就是在温哥华市中心 面朝着英吉利海湾的空中别墅 它是一套顶层公寓 整个楼一共是六层 我们这一户是站整个楼的第五层跟第六层 是一个富士的结构 站在阳台上就可以进向太平洋的美景 西边可以看到UBC的半岛 东边可以看到Granville Island 所以是180度的美景 尽收眼底 这一套空中别墅 它室内的面积是3303平方英尺 差不多是国内的300个平方米 所以空间感非常好 它一共是四房五位 整个的主卧室是占了整个楼上的一层 主卧室的景观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整个房子最近几年都有过大装修 包括所有的卫浴 包括厨房 包括地板 包括旋转楼梯都是装修过的 这间房子的开价是488万加币 算下来每方尺的单价不到1500加币 性价比真的是No.1 而且在Downtown这么好的地点非常非常的稀少 我们楼的对面就是温哥华的一个海滩公园 所以对面的土地上面永远都是公园 不会有大楼盖起来遮挡我们房子的景色 所以这一间真的是在温哥华市中心非常值得入手的 性价比第一的空中别墅一线海景 非常难得 这间空中别墅前任的屋主其中有一位 是国内曾经的一个一线大牌明星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猜一猜 这间房子曾经是谁的物业呢